中共央視記者董倩被指涉嫌 與中共警方和國保人員合作 在709大抓捕中 至少為5名維權人士 錄製強制電視認罪視頻並廣為傳播 嚴重侵犯人權 國際人權組織保護衛士 正在準備向美國、英國等國家申請制裁 據自由亞洲電臺報導 國際人權組織保護衛士 正在準備向美英等國申請 依據《全球馬克尼茨基人權問責法》 對中共央視記者董倩提出制裁 董倩被指控在709大抓捕案中 與中共警方和國保合作 至少錄製5名維權人士 強制電視認罪的視頻 並加以傳播嚴重侵犯人權 在董倩采訪的5名維權人士中 2015年被捕的吴干 曾被戴着黑頭套戴到他面前接受采訪 董倩和央視團隊當時試圖為吴干錄製 認罪視頻 但遭到吴干拒絕 2017年 吴干通過律師發表致董倩公開信 要求他出庭作證 並指出 央視是愚民工具 是萬個的幫凶 保護衛士指出 董倩在電視認罪節目中 是中心人物 他並不僅僅是 錄製這些視頻的記者之一 而是發揮着積極的協調作用 電視認罪 文革罪的中官在國外都是臭名昭著 雖然共產黨自己培養的網位打水 發個帖文說 你看這個人電視認罪了 他就是個壞蛋 但實際上人家老百姓並不認同 那麼大家都知道這個政權 是一個公認的一個 倒退的時代 山東維權人士朱盛武認為 中路的70年的歷史就是一部犯罪史 而電視認罪是沿襲文革時代游街示眾 繼續羞辱受害人的產物 保護衛士負責人之一的瑞典人彼得達林 2016年1月曾在中國被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罪拘留 扣押23天 一度在央視節目上認罪 後來被驅逐出境 他表示 申請制裁的文件將提交給美國、英國、加拿大、愛沙尼亞、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直布罗陀等七個國家和地區 如果獲得批准 董倩將被禁止入境 並凍結在當地的財產 大陸法學博士章杰認為 保護衛士的這個舉動不僅是對董倩和央視的制裁 同時也會震懾其他作惡的中共官員 保護衛士在2018年6月的一份報告中 要求中共當局立即終止電視認罪的做法 同時呼籲國際社會向中午施壓 懲罰播出電視認罪視頻的媒體 因為受害者在錄製視頻前 往往沒有會見律師的機會 警方為了強迫受害者認罪 甚至採用威脅、酷刑和製造恐怖氣氛等方式 我們希望盡快落實 同時也要不僅對董倩 也對中共這個體制 這種官員包括中共的高官 都應該拿入國際社會 並且我也希望將來聯合國 能夠在這一方面有所作為 張傑強調 在中國即將進入社會變局的關鍵時刻 如果每一個人都保持獨立的思想 在自己能力範圍內去抵制中共 那麼這個極權政體將很快地分崩瓦解 這是保護衛士要達到的目的 也是馬克尼茲基法案所產生的作用 保護衛士非政府組織成立於2016年 致力於在亞洲一些人權環境最惡劣的國家 從事和支持人權活動 彼得達林譬如說 申請制裁董倩的文件 將在中共建政70周年紀念日前夕 正式向外公布